零妖 很多人都赞同 夫妻还是门当户对为好 可是与愿违 找对象 不能按图所记 总有不对等的时候 更有可能 原本对等的夫妻 后来各自的发展前景不同 活成了不同的层次 想要维系一段关系 就得互相迁就 高处的人常常低头 低处的人积极向上 否则就只能分道扬镳 人与人相处 难以避免三观不合 只是程度深浅不同而已 就算是相伴十几二十年的老夫妻 也不能完完全全地懂得彼此 这一生 最懂你的人 唯有你自己 因此 真正会过日子的夫妻 都会没有面子 02 夫妻相处 太爱面子 就是一场灾难 鲁迅先生在文章中写过 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 只要抓住这个 就像24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 全身都跟着走动了 很多人 表面上对富人和官员不屑一顾 内心却非常嫉妒 还充满了仇恨 他之所以能够委屈自己 和身边的穷人好好相处 是因为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走向高处 如果能 他立马就会跳出去 单干 还巴结权贵 汉朝时候 有一个大气晚成的人叫朱买臣 他年轻的时候 以打柴为胜 与众不同的是 朱买臣一边打柴 一边背书 惹来很多人的嘲笑 他挑柴回家的时候 总是有孩子跟在身后 取笑他 他的妻子说 你这痴痴呆呆的样子 羞煞人也 妻子说完后 休了丈夫 改嫁给另一个平民 后来 朱买臣做了会计太守 还分了一块土地给他的前妻 让其耕种 每次 前妻走到大街上 都有人笑话 看看 太守的妻子 前夫穷时 女人很没有面子 前夫富贵时 女人更没有面子 只能一死了之 俗话说 死要面子活受罪 总有一些人 因为想不开 无法面对现实 就只好折磨自己 灾祸有多严重 令人难以相信 现如今 男人喜欢白富美 女人愿意嫁给高富帅 找对象的时候 会罗列很多的条件出来 即便是遇到自己喜欢的人 但是因为条件不够 也只好放弃 比方说 一个海闺女 非得嫁给月薪五万以上 家底殷实的男人 否则 她宁愿孤傲到发霉 究其原因 嫁给普通人 太没有面子了 身边的闺蜜 会把她当成笑话 还比方说 一些家境很好的夫妻 后来家到中落 夫妻矛盾就不断升级 总有人会主动离开 去寻找有钱有势的人 面子就像一堵高墙 把两个原本相爱的人 阻挡在两边 分明 墙上有一扇门 但是没有人主动推开 当然 还有一些夫妻 因为爱面子 就乱花钱 买很多品牌的东西 还在孩子身上 拼命投资 导致家庭越来越落魄 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人 就像涂抹了一层 很厚的胭脂粉 隔天就掉光了 反而更丑了 03 夫妻相处 没有面子 才能相伴到老 企业家人正非说过 我要的是成功 面子是虚的 不能当饭吃 面子是给狗吃的 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 最大的成功 不是赚了很多的钱 而是家庭成功 尤其是女人 嫁人就是第二次投胎 一样重要 在《遇事名言》里 有这样一个故事 宋朝的临安 有一个叫金玉奴的女人 生得美貌 也知书达理 因为父亲是一个丐帮帮主 名声不好 导致他长期带字归忠 有一个叫墨基的书生 父母双亡 穷困潦倒 愿意委屈求全 以入赘的方式 和金玉奴结为夫妻 喜宴上 有一大群乞丐来蹭饭 导致场面非常落魄 墨基觉得很没有面子 后来金玉奴花钱买了很多书 还陪墨基一起读书 鼓励墨基参加考试 得了一个私户的官职 墨基赴任那天 左邻右舍都来看热闹 还说乞丐帮主的女婿 也能做官之类的风凉话 让人颜面扫地 为了和乞丐彻底划清界限 墨基把妻子推下船 不料金玉奴被转运时许公就起 一来二去 许公变成了墨基的直接上司 也为金玉奴抱不平 以嫁女的方式 让墨基再次和金玉奴拜堂成亲 墨基悔不当初 牢记贫贱之交不可望 遭康之妻不下堂的古训 夫妻恩爱一生 夫妻之间 哪有什么面子可言 哪怕是一个富豪 娶了一个贫家女人 一个地位高的人 娶了一个农村女人 穷小子爱上了富豪家的千金 放下面子 都能过好日子 比方说 作家矛盾 娶了一个不识字的妻子 丝毫也不嫌弃 反而送妻子去读书 两个人相伴到老 古人说 女子无才便是德 虽然这句话有些迂腐 但也有一定的道理 不能知书达理的女人 是因为需要丈夫多方照顾 用心帮助 所谓富唱富随 富唱富随 其实是两个人手拉手 一起成长的过程 并不是谁就高人一等 真正聪明的人 都懂得主动低头 让对方更有面子 常见的行为有 男人狠狠赚钱 却把钱交给女人来管理 女人甘愿当绿叶 把事业上的成绩 让给男人 出门在外 不谈家庭丑事 吵架的时候 主动认错 哄对方开心 外人的取笑 恶意的诽谤 都不当一回事 坚持互相信任 04 复旦大学海岚博士说过 全世界70亿人中 不管因为什么原因 你和这个人相遇 都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 茫茫人海里 遇到一个喜欢的人 然后牵手了 结婚了 就是最了不起的缘分 后来 你不小心 把缘分弄丢了 真的很可惜 遇一人牵手 手一人白头 美好的愿望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而是孜孜不倦的付出 换来的 遇到喜欢的人 放下面子去讨好 说明你真的动心了 牵手一个人 然后狠狠赚钱 说明你开始承担责任了 不管生活如何落魄 始终不放手 说明你已经成功了 那些对爱人挑三拣四的人 觉得爱人低人一等的人 不过是面子大于天 这辈子也就是 视力眼的样子了 下等夫妻 把面子当帽子 上等夫妻 把面子当垫子 关注我的文字 走进你的心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